政府在第三階段的行动管制令期间 有条件批准让一些领域恢复营业 减缓新冠肺炎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部长 拿督斯里阿西敏阿里强调 任何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获准营业的业者 必须为员工进行新冠肺炎病毒检测 阿西敏阿里强调 获准复工的公司或企业 雇主必须确保员工 在超过3000间涉险机构旗下的指定诊所 进行病毒篩检 他强调篩检费用将由涉险机构承担 sebagai langkah keselamatan untuk menjamin semua pekerja syarikat-syarikat yang dibenarkan beroperasi adalah bebas dari COVID-19 MITI akan bekerjasama dengan Kementerian Sumber Manusia menerusi pertubuhan keselamatan sosial atau PERKESO di mana pekerja-pekerja diwajibkan menjalani saringan COVID-19 Majikan yang memohon untuk beroperasi perlu memastikan pekerja-pekerja menjalani saringan ini di lebih 3000 panel klinik kesehatan per kesel di seluruh negara mengikut garis panduan yang ditetapkan oleh KKM 此外阿兹敏也强调 业者必须向贸工部提出 所有获准开工的职员名单 而射击员工的行动范围 只是从住家到工作单位 工厂也必须严格的采取防疫措施 包括为员工测量体温 阿兹敏也指出 那些已经在第一和第二阶段 获得批准运作的工厂 在第三阶段的管制令 不需要重新向贸工部提出营运申请 此外他也提到 截至目前贸工部一共撤回了 四家违反管制令营业指南公司的营业申请 另外当局也在调查另外35家 恢复营业 但是涉嫌违反管制令的公司 阿兹敏重申只有严格遵守相关营业指南的企业 才获准在行管期营业 他也提到第三阶段的管制令开跑后的第一天 贸工部的网站接到了 18,650份的营业申请 相对于第一和第二阶段管制令的首六天 当局只处理了12,360份申请